Hello 歡迎來到暖耳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蘋果雪梨湯 清心潤肺 神信自學 Let us begin Hello 歡迎來到暖耳廚房 又是我大叔 今天我要做這個是湯 不是糖水 它是鹹的 但是你看那個名字 為什麼這麼甜 蘋果雪梨湯 不是糖水不是水嗎 不是 這個是湯 有兩種煮法 我今天煮的就是有肉 就是蘋果雪梨獸肉湯 你說你吃齋的可以轉 所以我在食譜那裡 一會兒就會看到 如果你吃齋就會轉用腰果 腰果要用多少我都寫了 這個湯 是滋潤 止咳 很多東西 因為我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蘋果雪梨滋潤 百合滋潤 蘋果雪梨呢 清心潤肺 滋潤 止咳 最重要的是健脾胃 百合也有這樣的功效 再加上紅棗 活血 補氣血 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食材 其他各種不同的食材 在裏面 相互相成就是 等身體 冬天滋潤一下 有幾聲咳 或者剛剛感冒 或者感冒快到尾聲 就可以喝這個湯 加上 有些人不吃得甜 你不是做糖 糖 糖 不吃得甜 就算不加甜 味道偏酸 不如做湯 每個人都可以喝 不難做 這次我不會用煲湯 因為這個湯很快 整個過程 煲過半粥 所以你叫我用明火煲給你們看 在我講怎樣煮之前 還有五秒鐘時間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或者看我的頻道還沒訂閱的話 麻煩你給我一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小鈴鐺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有問題 留意 現在立刻來看看 究竟這個蘋果雪梨獸肉湯 怎樣煮 Let us begin 首先要切幾片薑 三四片 接著要放進水裡煲 因為煲滾水 待會用來煲水的豬肉 然後蘋果拿捏 洗乾淨 最好用毛巾 一邊洗五碗 因為蘋果的表皮 有時候你一邊洗五碗 會有些顏色走 你明白我的意思 盡量洗乾淨 因為是連皮袋去煮 所以就洗乾淨 但雪梨也一樣 接著去到心 蘋果和雪梨 兩個 就剛剛好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因為如果兩個蘋果和雪梨 會變得微不一樣 然後雪梨 可以用沙梨 或者鴨嘴梨 都可以 但這次最好 不要用韓國梨 因為用沙梨 或者鴨嘴梨 它煮出來 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梨 就一樣去心 記住要去到 連白色也要去 這樣才可以 我一會兒會給你看 有時候去心 它還有少少白色 你就要去 這樣才叫乾淨 這樣就下去煮 這次的湯真的很簡單 因為 之後 水滾 雞 煮一個半小時就完成了 豬肉 也是 沖洗 如果是雪梨 就浸淡鹽水 接著 就 印乾 它 去掉肥膏 接著 切片 接著 就去 飛水 是很簡單的 其次 就是所有乾貨 例如 紅棗 白盒 全部要浸水 洗一洗 保證它乾淨 保證它乾淨 接著 雪梨 又要浸 雪梨 最好浸一個小時 發一發它 它原本是乾的 用水浸 發完之後 中間的釘 就剪掉它 就不要 因為它很硬 煮完 煮完 也是 很硬 吃不到 通常剪掉它 就不要 要剪得比較乾淨 接著 就因為今次煮過半小時 平日煮三小時 有少少不乾淨 都可以 那些都會軟 但今次過半小時 一定要清得很乾淨 否則 那些位置真的會很硬 也不會很乾淨 下一 verst Time 最後便可以用 Fayube 好 然後就是要浸一個水 湊完水 這個水 要看 有些時候 黑tor的地方 Spit刀 沉還要切片 還要瘡 現在 還有 如果你想過 沉isma 噢 整塊就不要切片了 蓮子就要去芯 我這次看到有芯就要清乾淨 芯就不可以一起煮 一來苦,二來不太好 紅棗就要3-4顆,純粹是調味 這次就不需要多 把豬肉放進去,煮差不多一分鐘 儘量把雪味或血腥味全部都煮走 不用擔心,這麼多豬肉,一分鐘左右 不會煮完味 你放心 最重要是不要一陣子煮湯 有些血腥味、雪藏味 那些就不要了 所以就要飛飛水 接著就把材料放進去 最好就把豬肉汁放進去 乾火線 接著先放蘋果和雪梨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一會兒給大家看 我會把豬肉放進去 就把蘋果和雪梨放進去 用筷子攪拌 就更麻煩 所有乾火放進去 有些我還未放 我放了蘋果和雪梨之後 煮的時候就不太好 而且用筷子攪拌 會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這些太多 尤其是我這次用了一鍋 用了一個洗少少的鍋 就真的滿了 那就比較麻煩 記得 水滾之後 轉中火煮一個半小時 接著 之後就加少少鹽 甜味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煮到 你們都一定煮到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希望下次見到你們 謝謝 拜拜